哈囉大家好,我是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今天的影片呢 今天想要走一種很gorgeous的路線 底妝就這樣子 記得眼尖想要下面走一點小小煙燻的感覺 所以我就掃一下就好 OK,我現在呢就是想要先把我的妝呢化好 因為我今天想要以一個漂亮的姿態來看一個影片 然後那部影片的內容呢就是在攻擊我以前影片裡面講的一些東西 直接給大家看 唉,首先我先跟大家道歉 對不起 因為接下來我要放一段視頻 會引起你們的故事 這邊的朋友一直告訴我最近的武漢肺炎很嚴重 我知道,我知道現在官方說我們不是武漢肺炎 我們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I don't care 武漢肺炎就是武漢肺炎不要吵 反正因為就是我最近身邊很多人一直跟我講說 武漢肺炎好像越來越嚴重 明居然就盡量待在家裡不要出美 然後我就想說 OK好 唉,你們說 這人嘴是不是特欠 唉,幸好我是個文明人 不會麻人 不過,咱們就事兒論事兒啊 首先呢,我看完這個視頻真的是又漆又小 我為什麼這麼說 一,她用武漢肺炎這個帶有歧視性色彩的名詞去形容此次的疫情 就讓我很生氣 二,你們不覺得他們整個片段裡透露著一種很無所謂的態度 明明疫情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我就在想 你們是斷老嗎?接受不到消息嗎? 還這種態度這麼無所謂 OK,看到今天就好了 因為我看不下去了 Hello,What is this? 這位小姐,武漢肺炎就是因為病毒發生在武漢 所以我們稱它為武漢肺炎 如果今天病毒在重慶,它就是重慶肺炎 如果今天在北京就是北京肺炎 就是這麼簡單 怎麼會覺得有人在歧視你們啊? 怎麼會覺得我們在污名化武漢 你們國家就已經是污名化的代表啦? 幹嘛還要罵你們啊? 再罵也沒感覺啦 因為已經很多人罵你們了 像日本腦炎,香港腳,德國麻症 他們前面都是用國家來命名 可是我們也不會討厭他們國家啊 它就是一個名稱 而且,Hello WHO官方命名為武漢肺炎 叫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可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台灣不在WHO裡面呢? 我們幹嘛理他們啊? 你還好嗎? 他說我的影片帶有一種無所謂的態度 哦,是啦 你們講話就是比較高級 講話這樣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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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你是誰啊? 真的不要覺得說 好像很多人都在欺負你們中國人 我看到很多網路上面的資訊跟新聞 還有很多人私訊給我 他們告訴我一件事情 因為外國人他們不會分辨長相說 哦,這個人長相是台灣人 香港人 中國人 日本人 韓國人 他們不會這麼明確地分辨 這是哪個國家的人 他們只要看到黑眼睛的人 然後長的是他們心目中認為那種亞洲臉孔 他們就同意認為這是中國人 那因為現在這個武漢肺炎 全球都在蔓延 現在在歐洲國家歐美 只要長得像中國人的人 就會被一些外國人歧視霸凌 或是被攻擊 因為他們認為就是中國人害的 中國人身上有病毒 現在這個疫情又影響到他們的生活 我最近還聽到一個案例說 一個台灣人 走在法國的路上 被一群法國的八加九 語言挑釁 欸我買高了 欸,題外話不得不說齁 我們來看一下 臉白 紅唇 韓式評美 真的 全世界的女生 我拜託你 不要再模仿韓國人化妝了 真的長相不要再統一下去了 明軒建議你喔 做人要有特色 真的長相有特色後 人生會比較不一樣 我看完這個影片 最讓我生氣就是 這個妝容 這個妝容 TOTALLY不行 長相加油 突然也要加油 這個女生 她可以繼續化妝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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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最後一個部分 口紅 就是走這種 Googeous路線 Look at me OK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Style 這個女生 我把它放在我箭前方 我們來交流一下 很高興 我們兩個人可以透過網路這樣子 進行交流 因為畢竟民主自由 人權法治是不是價值 你們國家一個都沒有 要不要加油 中華人民共和國 經濟不錯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但是 一個國家齁 它已經卑微到 在國際上面 人家只想要跟它有商業的往來 這很可憐耶 所以 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年輕人 可以起床了 思想請起床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把我當作你化妝的範本 長得像這樣子 才是特別的 這就是一種 很漂亮的感覺 哈囉 爸 你在看我嗎 看屁啊 OK Style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請不要來煩我 因為這是你們家的事情 謝謝唷 OK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OK 歡迎收看 下集再見 拜拜